第八天水終於退了 家議長檀村到處堆滿 泡水泡爛的家具 社區協會理事長林文達 忙了七天終於有空回家整理 裡面一流 我媽媽孝親房的東西 淹了一星期他就忙一星期 為了鄉親到處奔走找支援 自己的家裡是最後一個整理 忙到身體出問題 沒有聲音然後全部嘴巴都乾 然後睡不著覺 泡在髒水裡無奈跟無助 只能透過每個鏡頭 傳達給全國人民 這裡是高雄 鳳山一棟大樓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地下室 已經水淹到我快胸部的這個地方 但這還不是最深的 因為再往旁邊看 這個是整個地下室的這個停車場 全部的七天車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停車場滅定水淹到胸口 鏡頭轉回嘉義 好 我們知道掌檀村 從道路進來道路是最高點 沿途旁邊的居民住家 其實都是比較低挖往下線 記者挺進最慘的淹水區 災民泡幾天 記者就跟著泡幾天 腳背脫皮紅酒 每走一步就痛徹心肺 甚至邊採訪邊伸出援手 大哥左邊 泡我走啊 記者用雙腳涉水挺進 每一步都是驚險萬分 在這個往這個巷子上面走喔 這個水非常湍急不斷的往下來衝 走路非常困難 我們現在跟著村長往前挺進 在湍急的水裡逆流往上走 200公尺的路 彷彿兩公里這麼長 為了能讓災民所受的苦 第一時間傳遞出去 記者就算得吞抗生素 預防感染 也要深入災區 背負使命感 堅決不退縮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記者南部綜合